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时间与空间的用神 很多人一听到用神 总是会觉得用神就是会让他所有变好 所以他很期待用神 然而他不知道用神 他是有区分为时间 还有空间 很多客人时常会听我讲一件事 就是你的八字 用神是火 可是走到火的时间的时候 你会很惨 客人一听到就傻眼 我用神是火 为什么我走到火的时间 我反而会很惨 各位 这个就是包含了时间空间的用神的不同 时间的用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拿来批命用的 他是批命用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他会随著字不一样 而有所不一样 我们常常讲这个字可以用 那个字不能用 就是以时间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这个叫做时间的用神 所以你在这一年会怎么样 你在这一年会怎么样 那是批命用的 也就是时间用神 然而假如五年以后你的财运才会起来 你要等五年吗 各位 不可能嘛 所以在没有这个财的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在空间上就可以去补足这个元素 让我的一个运势不会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所以这个是来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空间的用神 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让你的运势不要低迷用的 所以他是提升运势用的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才会有我前面所讲的 你的用神是火 可是你走到火的时间会很惨 因为在批命里面这一个火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是两层含义 一个是空间上你需要的 可是时间上走到他不见得会需要 可能就要用别的来帮忙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你们现在所讲的是想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的用神是金木水火土 哪一个 然后我在大运 我在流年里面去找出来 你们是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难怪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用神到了不见得好 祭神到了也不见得烂 一切看心情看运气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时间用神是拿来批命用的 空间用神是拿来改运用的 所以这一个时间用神就是你时常看到 我在批命里面讲哪个字可以用 空间用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五行用神金木水火土 他是用来在平常你生活 来帮助你提升你运势用的 所以这两个用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不能够同一而论 然而我们现在在取用神的时候 就是我的用神是金木水火土 他只有讲到五行 可是他用五行 他却想要把时间也概括 当然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时间用神跟空间用神是不一样的概念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朋友是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